这个是什么 看它的造型和颜色 它像什么 它是一块肥皂吗 还是一个化妆盒 大家猜半分钟 好,谜底揭开 这是一个便携水杯 这是一个80年代的便携水杯 法国制造 当时是在东京旅游的时候逃的 逃来的时候没有打开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吸引我们的是这个色彩 还有这个浮雕 这个浮雕是什么呢 它是天主教路德圣的故事 可以确定这是一件 天主教教会的纪念品 它是便携得很轻巧方便 据我推测 是天主教会赠送给信徒的纪念品 方便信徒在朝圣的路上 鞋带使用 这个杯子的造型 我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70后和80后可能会记得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是人手一个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没带 老师还刺了我一顿 然后回家去去 这种杯子一到热水就一股塑料味 记得特别清楚 看来这个方便水杯的造型 在当时的世界也是流行很广的一个设计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